蠻熟悉的 叫什麼呢 有沒有 就這個 有印象嗎 剛剛我們就用這個美工圖案裡面的圖檔就是WMF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向量的圖檔 我們就直接把檔案類型的改成這一個叫Windows中繼檔 然後存檔就存在哪裡呢存在我們的桌面上比較好找 就是Windows中繼檔 然後再把這個地方放在桌面上 那名稱的話叫繪圖1好了 先叫繪圖1按儲存 儲存之後如果今天要把這個圖檔放到autocad裡面來用的話 當然也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autocad打開來之後的話 再按什麼呢 插入裡面有個叫Windows中繼檔有沒有 那直接就可以把這個圖檔找到桌面上就有一個叫做繪圖1的中繼檔 那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中繼檔 把它 叫進來了 令存新檔 這邊的話呢就可以找得到 繪圖1按開啟 那一樣的方式呢 你要放哪裡 第一個 再來的話呢 你就 直接 大小 像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直接再去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就直接 阿 那 就